大家好,我是名人站Chili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面前這兩款產品 首先講講背囊這款 容量比較大的,適合去旅行 或者平時照顧小朋友 需要多東西的女士都可以 或者純粹上班可以多一點的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尺寸是連平板電腦都能放得到 首先講講前面這兩個包包的設計 四四方方比較大 如果放銀包入也可以 或者放一些私人物品 例如百達通方便付錢也可以 打開給大家看看 容量都非常充足 即使去旅行的時候放護照也可以 再來就是打開裏面給大家看看 這個設計其實不容易打開背囊 亦可以防止去旅行的時候被人偷東西 亦可以看它的皮質是十字紋 這個品牌的經典紋路 以及經典標籤就是 搭檔的鐵牌生果 還有一條索繩帶 還有一條索繩帶 速繩的設計 令到整個袋形都非常之寬闊 裡面的尾布也非常之貼心 做它的品牌的經典標籤 還有裡面有內鐵袋 還有一個拉鍊 可以放一些私人物品 容量非常充足 即使去旅行裝得多東西都可以 主要是說它的尼龍質地 有少許線水的功能 還有它是有些比較滑身的質地 摸上去也比較舒服 在設計上 背部的肩帶是可以調校長短的 除了這個位置可以調校之外 這樣移動它出來 可以調校短一點 這個位置也是可以調校長短的 可以自發一次給大家看看 可以雙肩帶的背背 又或者是單肩帶的側背 也可以 接下來就會介紹這款 Tata的布款斜背包 也是一个去旅行的系列 容量非常大 除了放到长银包之外 passport那些也是没问题的 而这个也是做了品牌的经典logo 因为主要是黑色 所以这个是比较低调的厚花纹 是继布 整个底面都是做了包边的 没有那么容易磨泄 肩带位置也可以拆射 如果拆了出来就可以做一个手包 如果加了肩带可以调调长短 适合不同高度的人士 它款式比较中性男女士用也可以 就算背得重的时候 肩带位置也不会痛 做了皮布 皮料的肩带 而它颜色方面也做了金扣 去撞起这个颜色 令它颜色更加突出 也有它的品牌经典logo 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看 里面也是做一个经典里布 有它的logo设计 也有一个内拉链 有旅行的时候可以放一些私人物品 容量非常大 適合装重东西的客人 重东西不会累 四四方方容量非常好 可以側背 也可以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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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也喜欢我今天介绍 这两个去旅行的系列 可以来千沙咀名人站 每次找我购买 也可以在网上 下载APP购买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这条短片 拜拜